最近Bitcoin那麼火,早之前派人買多點,現在真是扔心口 另外又經常聽新聞說什麼區塊鏈區塊鏈,到底什麼鏈東西啊 報道通常都解釋得不清楚,甚至乎連大摩、小摩、隨節摩都訂了億億傳做研究 信者得救啊,有沒有金神啊 老老實實,到底Bitcoin是否一個騙局,查不查過啊 這條片會清清楚楚解釋Bitcoin和區塊鏈是什麼來 他們到底應該值多少錢,裏面保證不是抽象的比喻,也沒有複雜的數學,又或者看不懂的符號 因為我數學都很差 在揭曉Bitcoin值多少錢之前,我們先講講到底,錢是什麼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生存除了靠WiFi之外,就當然是吃飯的啦 但是銀子又不吃得,三銀吃到一套銀都銀死了 到底為什麼錢可以買到食物呢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大概只是百幾二百年前左右啦 又真是很流行用糧食來當錢洗的 例如之前有用鹽做貨幣的食鹽專賣制度 香港也有說,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啊 以前官員的縫路,除了銀兩之外 又真是有米啊、卷啊、炭啊、鹽啊這些實際可以用的東西 始終吃得最實際嘛 但是用食物做貨幣不可行的,為什麼呢? 第一,不方便攜帶,以物業不是你拿著幾千斤米周街走嗎? 第二,容易私自提電,弄回整個經濟市場啦 第三,難以標準化 你富士米和泰國米都不一樣啦 所以隨著航海業的發展,國際交易的頻繁 就興起用稀有的金屬來做貨幣啦 現在所說的一圓一圓,是一開始發明的時候 又真是一個圓形的銀仔來的喔 稀有金屬為什麼它貴呢? 就是因為它稀有嘛 不是隨便在家裡一滑就滑到金啊、銀啊之類的嘛 而且金屬又不容易爛,容易攜帶 純度還很容易check 再用標準化貨幣做一個一個的銀仔 就更加方便流通啦 聽起來是不是很完美呢? 那當然是有問題才有故事繼續說啦 剛才說到貴的金屬要劃才有 這個也是它最大的問題 退一步了,貨幣的意義是什麼? 例如當你做了一件工作 就會收回一元的薪金 假設工資是這樣的啦 遲下科技進步,有電腦幫忙 你很快就做完一百件工作 就應該收回一百元的薪金啦 但是全球挖礦的增速 又怎會跟上科技發明的速度呢? 變成當你做了一百件工資的時候 可能也沒有一百元給得到你 最多是給得到十元而已 另一個角度看 即是以前一元買到一件工資 現在十元就買到一百件工資 那我收回的錢遲下才用更好 這個現象有個名叫做通縮 最後大家就收回收回的錢不用 經濟循環就這樣就會崩潰了 簡單來說,貨幣供應是要跟生產力匹配才會穩定的 如果貨幣供應和挖礦速度是直接掛勾的話 政府也很難因應時局去做任何調控 我們看看有什麼會影響挖礦的速度 又或者生產力會有很大的改變 一、發現新的金礦 所以三凡事有另一個名叫做舊金山 二、科技的改善 例如二十世紀發明了電路 生產力馬上爆發 三、唉…打仗 講個秘密你知 目前為止所有世界大戰都在二十世紀發生 所以只是用貴金來做貨幣的話就搞不定 金融業界想了兩招 一、部分準備金制度 二、用紙幣 Facial Reserve Banking的意思是 當你訂一百元入銀行的時候 銀行當然不是收買的隔板動也不動 而是只會留X%的隔板人 例如10%這樣說 即是說剩下的九十元 其實是會拿出來再借給其他人 借出來的錢入到其他銀行 裡面的八十一元又可以再借過 最終滾滾滾滾 一百元就發稅變成一千元出來 中國大陸的準備金要求就是這樣的 你看它經常都會動這個%去控制貨幣供應 而香港和美國就是利用利率來控制多些 不過這個就是提外貨了 二十世紀初戰時頻繁要用真金白銀去比均響 有國共內戰、美國藍北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 但是不出糧的話 誰會跟你推磨嗎 這個時候政府又想了一招就是紙幣 上面寫著憑票積負 是政府給你這個承諾 隨時可以換得回真金白銀的意思 但是背後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金銀迫著呢 政府會說你先相信吧 但無論怎樣都好 一般來說政府都會應用自己發行的紙幣 例如你可以用它來支付欠政府的錢 就是好像交稅一樣 但打仗始終要花很多錢 也會損耗自己的GDP 最後最後會被擠提或者通貨過份膨脹 因為貨幣濫發根本沒有足夠的生產力去支持 大家開始失去信心 紙幣就會大幅貶值 中國國民政府也都是1948年49年發行過一些叫金元券銀元券的東西 不用一年就變了廢紙 看回世界其他地方 全世界都差不多 一打仗就要大幅貶值通脹去支付軍響 一戰裡面打輸了就慘慘了 馬克人紙拿來當長者這樣貼 當燃料燒了他們暖身便便宜過柴 1918年一戰結束之後其實都相安無視了一段時間 沒有照跑馬之跳 但一到1929年左右就突然整個經濟大蕭條 當然啦冰封三尺並非一日之寒 10月29日發生的紐約股災只是結果 其中一個看法是當時美國政府沒有做赤字預算 在這一頭有擴大基建 但另一頭就加稅加得含含聲 另一個說法是因為貨幣供應不足夠 導致流通性有問題然後引發通縮 銀行擠題的擠題倒閉的倒閉 失業率最高達到25% 為什麼貨幣供應不足夠 就是因為金本位 人們個個沒有信心 趕著對黃金握手還點印銀子 有些國家就說 即刻放棄金本位 憑票積苦就好像百萬五政策那樣 沒有啦 換句話說就好像現在的QE大開印鈔機 第一條黑色線就是美國人均收入數據 在1933年小羅斯福上台 6月5日一放棄金本位 經濟馬上看到轉機 好返1910半載到1939年 嘩又打仗了 之後又通脹了 時間乖我們跳到1945年當場仗就打完了 但經濟納納亂怎麼收貨好啊 上次大蕭條陰魂都未散 而這一刻呢 美國是最強的 隔著個海扔了兩顆原子彈去收工 歐洲亞洲難得一匹 所以這些戰勝國 在1944年7月 在美國的Bantam Woods開了會 聊聊怎樣搞 簽了一個協議 成立了一個叫做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東西 結論就是 大家都相信美金 就好像信黃金一樣 第一 美國聯儲局向大家保證 隨時都可以對回黃金 第二 保證美金會提供足夠的流動性 避免根本為彈性不足夠的問題 相安無視了二十多年 之後 唉…就到美國咯 阿寶都要出來說一句 真是 越戰今次一打就打了二十年 刮力幾強都有個限度 外國開始信心不足 紛紛都向美國提出要對回黃金 那美國又怎麼回應呢 四面坐過呀真是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 就在1971年8月15日 星期日發表了一個電視講話 突然之間就說不再兌黃金 而且還加進口稅 希望國民內部消費 本來說就說是90天的臨時政策 但是根本就回不到轉頭 這下就叫做Mixonshot 所以在一夜之間 全世界的貨幣都變成了自由貨幣 和金和銀都沒有關係 連接我們的就是法幣時代 Fiat currency 法幣法幣 意思就是一個貨幣的意義 就只是在法律裡面寫著 說穿了 不能吃的 但至少大家都可以用來交稅 那大家都是法治社會 依法治國的 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之後1987年香港股災 單日插水的跌幅 更多過經濟大師條那些話 但是今次又聰明了 因為大家都用法幣 即刻調整貨幣政策去做些事 對民生的影響相對小很多 甚至日本之後還封光了好幾年 即使現在說堵去的十幾二十年 都沒有經濟大小條那麼嚴重 大家都還很喜歡去日本旅行 後面2000年的金融風暴 2008年次要危機 QE量化寬鬆 美國開印刷機 這些大家都比較熟 因為就是用了法幣 才有這麼多花繩 去對應不同的時局需要 兜了這麼大的圈 即是怎樣? 講到尾其實就是不能吃 一個錢 為什麼可以買到東西吃 純粹只是每個人的信心 又或者Ecoin 101學 是供求管理來的 跟金、銀、糧食 完全沒有關係 說了這麼多政治 我們回到Bitcoin Bitcoin是世界第一隻 Crippical currency 加密貨幣 由2009年1月3日開始運作 由一路叫做中本聰 Nagamoto Satoshi 人興所發明 但中本聰這個 只是網名 真人是什麼 從來沒人知道 目前用過最小的家業單位 是百萬分之一個BTC 也叫做一個Satoshi 但技術上其實可以做到更小 總之交易的時候 不一定要一個一個Bitcoin去做 我們再看一看Bitcoin的價格 在2017年中 Bitcoin在中國的成交額 佔全球交易一半以上 OKCoin是三大交易所之一 由2013年初 400元人就是一個Bitcoin 到年中差不多2萬元人就是一個 到底Bitcoin值這麼多錢 這個價格又是哪個定的呢? 你買過股票就知道 沒買過 現在告訴你 其實是買家和買家各自出價 價格一交叉到 對的就會成交了 最後的成交價就是所謂的定價 交易所只是方便大家 在一個地方上叫價 本身就不參與定價 而世界上除了OKCoin 也有很多其他交易所 提供加密貨幣和法幣之間的對換服務 Bitcoin交易和時下流行的紫黃金ETF 雖然都是點資 但背後的意義就很不一樣 紫黃金ETF始終只是 類似部分準備金機制 由發行商去跟貼金價 你買一兩ETF 並不是真的可以對一兩實體黃金握手 而Bitcoin交易 目前都是實實在在地去買賣 買完是可以提出來 放入自己控制的電子錢包裡面 雖然Bitcoin又不值得 也不可以用來交稅 但Gitcoin有十多萬的商戶 是接受Bitcoin支付的 最少你還可以用它來交光 概約贖金 也有很多不法分子 是用它的私密性 來做黑市交易貨幣 就好像荷里活電影裡 用稅鉅來做交易 貪它的匿名度夠高 有人說Bitcoin 其實就好像1637年 荷蘭屋金漾抗議一樣 也都經常有人拿它來 你和Debeer想把整個轉型行業 吹出來一樣去做比較 一句到尾 Bitcoin的價值 和法幣、黃金差不多很遠 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講了那麼多 Bitcoin到底有幾隻錢 我想大家都心裡有數 接下來就講講 為什麼Bitcoin又或者區塊鏈 那麼受fintech所追捧呢 它後面的技術 到底又是什麼狐腦 買什麼藥呢 我首先講一下Bitcoin有什麼特性 然後後面再解釋是怎樣做得到的 Bitcoin是沒有人監管 也都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政府 可以隻手控制它的發行量或者造假 發行量是固定而且還可以預知的 不會突然間有QE 帳目是公開的 所有交易全世界可以見得到 但是錢包是匿名的 即是大家會見到有多少Bitcoin 由A錢包轉到B錢包 但是錢包到底是屬於誰呢 沒有一個中央登記 甚至乎其實每個人隨時都可以開新的錢包 既然沒有中央的控制 那Bitcoin是有什麼產生的呢 其實就是要靠電腦去畫出來 平均每10分鐘就會有新的區塊被畫出 而畫到那部電腦就會得到Bitcoin作為獎金 這個是Bitcoin唯一的生產辦法 獎金一開始是定了50個Bitcoin的 但在每畫出21萬個區塊 即是大概4年半左右就會減半 2017年的現在 每畫出一個區塊會有12.5個Bitcoin 而由於是對半遞減的規則 換言之已經有80%的Bitcoin是畫出來的了 還有每畫2016個區塊大概兩星期左右 就會調整這個畫礦的計算難度 即是無論有多少部電腦一起畫 都會維持大約是10分鐘畫出一個區塊 上面的規則都由中半充設計 寫在Bitcoin的設計文檔裡面 那為什麼是每10分鐘、每4年減半的呢? 其實就好像玩包戰鬥一樣 為什麼包是贏鬥、鬥是贏鬥呢? 沒得解的 整個問題的重點應該是 為什麼Bitcoin這麼奇怪的規則 都有人跟著一起玩的呢? 你的問題問得真的好 我都很樂意去解答 什麼是區塊、什麼是畫礦 其實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麼是Proof of Work 我們看看屏幕上的二次元方程式 X到底是什麼呢? 花一點時間計算 就會得出 X其實是等於6 又或者等於9 但如果有人一早就說 你知X等於6或者9 要check一下對不對 一sub進去很容易就知道了 而畫礦就是叫電腦做類似的東西 當然啦 你要電腦去解二次元方程式 就未免太低B了 Bitcoin要解的是 是SHA256雜抽銜數 所有的雜抽銜數都差不多 只需要將放入圓文稍微改一改 計出來的結果就會變得阿媽都不認得 而數學上也都不可能 從這個雜抽結果去推敲圓文是怎樣的 Bitcoin要電腦去計算的問題是 IT9isawesome後面還要加個什麼數字 才會令到它的SHA256雜抽結果 是由零開頭的呢? 而這件事就能夠一個一個 逐個撞逐個試 如果由1開始撞起的話 就會發現到11就會撞出是零開頭的 我們會說11是這次需要的nance 問題就是要一個連開頭的話 當然是2 但如果改一改 問10個連開頭需要的nance是什麼 即使是電腦 都需要一些時間和運氣才撞得出來 現在就可以說一說區塊是什麼 區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文件 裡面有很多筆交易資料 包括全世界想進行的轉賬交易 以及獎金入賬的這一筆都是一個交易 還有上一個的區塊ID 而所謂的話 Kong就是要在這一堆內容上面 再找一個nance 令到它得出來的雜抽值 要在指定的難度範圍裡面 回答說的難度範圍 是由大家動態所協議出來的 務求令全世界平均10分鐘才畫得整一次 全世界要挖礦的電腦 就是要找出這個nance 一找到就會連個區塊內容 廣播出去 公佈天下 而這些電腦收到之後 就會嚴正一下區塊是否符合 比特幣的規則 例如那個nance 有沒有計錯 雜抽值是否符合 到要求 確保交易資料都沒有問題 例如獎金合不合數 有沒有一個coin 使用次等等 查過block都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加入blockchain 即區塊鏈上面 裡面所包含的交易數據 就會永遠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長得最高最長的那條區塊鏈 就是當前供應的bitcoin交易狀態 如果一個人要改寫區塊鏈的歷史 就一定要快過全世界的電腦 計算了nance 但即使是這樣 頂多都只可以把一些交易還原 而偷不到別人的coins 所以bitcoin正正是這套規則 就正如包剪拔就是包剪拔 如果突然走去玩包拔少出 雖然都是用手玩 但這就是另一個遊戲 即使bitcoin本身要升級 都要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電腦 跟著升級才會生效 中本聰的接派人成立了一個組織 去帶頭改進bitcoin的技術 但規則本身就是公開的 大家有自由去用 或者不用組織所推薦的軟件 就好像上網一樣 都有很多種瀏覽器可以選擇 連官方組織都沒辦法 逼著你用它那一套 2017年8月1號 bitcoin就正正經歷了一次規則的大升級 兩個版本計出來的區塊鏈內容不再兼容 我們叫這種情況做HackFork 刪出來的一套叫自己做Bitcoin Cash 最終現在各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 就變成了兩套獨立又有一定市場價值的加密貨幣 區塊鏈內容的分明 就令大家即使三不認識 各為鬼胎都可以得出一個共識的狀態 而且還沒辦法造假 交易不再需要依賴一個中央的機構 不用銀行 不用政府 不用Visa Master支付寶 所以區塊鏈這個概念 這麼受大家追捧 全世界有Bitcoin、Nightcoin、Markcoin、Markcoin 不下幾百種加密貨幣 有些只是抄了Bitcoin的規則 但改改時間的參數 這樣就變成一套新的東西 有些會將來將Proof of Work 設計成一些很有趣的實際用途 例如計算一下質素 至於有沒有市場價值 可不可以買飯吃呢 其實就不關區塊鏈市的了 上面還有一些很重要的Bitcoin部分 是沒有提到的 就是交易、錢包、Smart Contract 這兩種運作 還有為何挖礦的會有誘因 去將所有交易數據都包在我區塊裡面呢? 想知道的話 可以click click右上角這張卡 最後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有趣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TGAME.Facebook page